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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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調查一下 上禮拜各位還沒做出來請舉手 好 做出來請舉手 好 少數做出來了 那我今天會把這個作為稍微再講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各位碰到什麼困難 但是住下有個跟我講說 有的人是覺得題目不清楚 那我有把題目再稍微修改一下 跟你講說四個pixel放在一起 是要把它串起來的意思 那index部分我會再講一下 所以各位如果沒做完同學 今天麻煩你把它做完 那今天我們還有新的作業 但是新的作業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我不想給各位造成太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今天呢 來講一下 影像顯示與讀寫 或許我上次如果先講這個 各位可能會更清楚一點點 但其實我覺得是不相關的 不過反正我們這個吃到要講 所以我就先講 好 我們今天來說明呢 如何用MateLab的程式呢 來進行影像的顯示與讀寫 是要進來了 怎樣把影像顯示出來 怎麼樣讀 怎樣把它寫出去 那麼 影像格式呢 我們最常碰到的影像 在MateLab裡面常碰到的影像格式呢 叫做IndexImage 或叫IndexColorImage 這我上次有講過 就是說 每一個 矩陣裡面 每一個元素呢 就是指到一個色盤矩陣的Index 那色盤矩陣就規範了 你所要用的各種顏色 那你要顯示這種 矩陣呢 就是你把ImageX直接送給你 這就是一個向量 那向量呢 每一個值呢 就指到這個ColorMap 裡面這個Map 每一橫列就是一種顏色 這Map我們叫做一個色盤矩陣 那色盤矩陣的大小呢 通常就是K乘以3 這邊一定是3 表示它是R G B 三種顏色 那K是代表顏色的總數 那這個乘以3呢 就是第一個元素呢 一定是R 第二個元素是G 第三個元素是B 那每個元素的範圍呢 是從0到1中間 這邊要比較注意一下 因為MateLab 大部分就是以Double為主 所以是0到1中間 那如果說我們一般的 其他程式碼在規範這色盤矩陣的時候呢 都是0到255 那0到1和0到25 你轉換一下 直接把它除以255 就可以得到一個0和1中間的矩陣 那X的值呢 就會落到1和K中間 1就代表用第一橫列的顏色 K就代表用最後一個橫列的顏色 也就是說 當XI這個值為P的時候 然後P就是一個Index 那麼像素點 DI這個像素或是叫Pixel 它的顏色就是Map P 由P這個橫列來決定 簡單講就是 我的Color Map是一個這樣的 就是 總共有三個直行 第一個直行是R的分量 第一個直行是P 第三個直行是B 那通常這種Index Image 我們通常擺的是有256個顏色 256個顏色 其實這就我們的在這裡 K就等於256在這裡 K乘以3就是256乘以3 當然有時候你也可以不用擺到256 你說我只用到16種顏色 我用三種顏色 那就3乘以3 用兩種顏色就2乘以3 這K的大小可以隨便你指定 然後每一個每一個橫列 這個就代表一種顏色 這又代表另外一種顏色 所以就看你指到哪一個 你的X的值是什麼 譬如說X是4 那指到第四列 就是這個像素就是用這個元素 用這個顏色來代表 好 我們先直接看一個很簡單的demo Madem裡面有一個內建的小手圖 就是Low的clown.mat 這裡面就包含小手圖的資料 你把它露了進來以後 裡面包含兩個邊緻 一個是X 大寫的X X就代表它整個矩陣裡面的資料 那X這邊是一個index color 所以這個X代表直到色盤矩陣裡面的鎖影值 那它的map 顏色的矩陣就叫map 所以這裡面實際上存有一個大寫的X和一個map 所以你先顯示imageX 再顯示colormap 然後結果最後跳出來的結果就是 這樣的一個小手圖 那你可以再執行color bar 就把這個畫出來 color bar 就把這個index color的色盤矩陣一起畫出來 如果說你不下達 譬如說回到前面 如果說你只下到這裡 imageX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這時候出現的圖就是 它會用 預設的色盤矩陣 然後就會出現亂七八糟的顏色 好 我們直接試一遍看看 好 我們直接試一遍看看 好 我先改一下 它的 它的 字形的大小 它的 字形的大小 好 那我直接load 我照這個打 load load load進來了 譬如說我先clear all 然後who's 現在沒有東西 把它load進來之後 然後發覺現在裡面有 剩下三個辨識在裡面 另外一個是caption 有capital x caption和map 然後我直接打image 要把它顯示出來 我先把所有窗戶都關掉 你會發覺出現一個這樣的圖 那這樣的圖 你會很明顯發覺是它的色盤矩陣不對 因為它沒有用到它 它預設的色盤矩陣 如果沒有用 你可以直接打color bar 這就是它預設的色盤矩陣 就原來的 所以它的顏色是最小值到下面去 最大值到上面去 但是跟原先小丑的 所用的色盤矩陣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打 因為map 就在這個 色盤矩陣在裡面 你打出來 這樣就對了 所以它這裡面每一點的值呢 每一點的值都是指到色盤矩陣 那你光看這個色盤矩陣 你就知道說 它有點偏紅色偏黃色 比較少綠色 藍色的東西在裡面 我們可以驗證一下它的所影範圍 我可以一樣把它露了進來 我看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多少 這個是它的 image的data 然後再看看它的這個map size有多大 跑完之後呢 你得到的結果呢 是 最小值是1 最大值是81 我的size 剛好等於81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在這個image data裡面 capital X裡面呢 它所有的值都落在1和81中間 那每一個像素的值呢 事實上就是指到這map裡面 這map的size也是81 所以總共有81種不同的顏色 那至於說我有一個全彩的影像 我怎麼把它變到說只剩下81種的顏色 這就是我們上次作業要做的問題 有沒有就是把它相近的把它合在一起 然後讓它找出一個色盤矩正讓它指過去 我們可以驗證一下它的數值 這個 這個範例呢應該可以讓你更了解 第一個說我把它load進來 把imageX把它打開來 但是我放在第一個subplot221 放在第一個影像裡面 那我axis image是按照矩正的格式 讓它X頭和Y頭的刻度是要一模一樣 因為兩邊一樣才顯示出來才是矩正的樣子 如果你沒有下這個comment 它會把你 有時候會把你拉長 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拉長有時候會拉寬 就看你預設window size有多少 然後呢我把左上角 1到100把它畫出來給你看 然後再畫1到3 有沒有1到3 所以只有9個pixel 然後把1到3的值秀出來給你看 我秀出來給你看 我發覺其中有一個值是69 那我把69這個東西把它畫出來 然後都用同樣的color by 同樣的color map 這裡要注意 你只要是畫在同一個 metlab window裡面 它都會用同一個color map 所以我們今天的作業 事實上就是 讓各位顯示兩張不同的index image 然後要共用一個color map 看看怎麼做 待會我會講到 但在這裡呢目前呢 它都會共用同一個color map 只要顯示在同一個視窗裡面 它就會共用同一個color map 所以我這邊不必下很多color map 不必下很多次 有沒有我畫了四張圖 但我只要下一次就可以 它就會用同一個color map 把四張圖的顏色全部調整過來 好刨出來結果是什麼樣呢 刨出來結果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是原先的小手圖 然後這個呢 我是抓左上角100x100 所以這100呢 第一個100在這裡 所以對應一次在這裡 100 然後第二個100在這裡 所以對應100大概是這個位置 所以把它抓下來以後 你會發覺 它的眼睛還在 眼睛在這裡 接著我抓3x3 抓到這裡就很小一塊 3x3把它畫出來 那你會發覺上面一條黑線在這裡 有沒有黑線在這裡 那你把這3x3的紙把它秀出來 你會發覺它是222616969696169 所以你看222它對照color map 2在哪裡 2在這裡 所以一個很深的顏色 然後61 看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22261 這邊也是61 所以61的顏色在哪裡 大概在這附近61 69在哪裡 69在上面一點點69 所以這邊是 沒有 696969 696969 所以你很容易就看得出來說 裡面的紙呢 實際上就紙到我的color map裡面 那最後一項呢 我直接把它畫出來 有沒有 最後下一個圖呢 我是直接畫 image69 69是只有一個pixel 只有一點 那我用這個 也是這樣用同一個color map下去畫 所以畫出來結果呢 你就可以顯示出來 這個就是69 就是這邊的69 也就是這邊的69 你可以發覺兩邊顏色是一模一樣 所以你現在應該很清楚 每一個index image就是 裡面放的元素呢 就是直到這個color map裡面的索引值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驗證裡面的數值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驗證裡面的數值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如果說 我們這邊講過 要正確所有index image 你要用正確的色盤 如果你用亂數產生色盤 我這邊也是產生一個256乘以3的矩證 然後因為rnd的緣故 它的值都介於0和1中間 那我image把它打出來 用一個亂數產生的color map 把color bar一起打出來 結果產生的結果呢 就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是亂數產生 但亂數產生 雖然是亂數產生 但是你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一個人點的樣子 應該看得出來吧 有點像靈異照片 那為什麼還是會看得出來 因為在顏色部分 它會很接近 在同一塊區域的顏色盤 譬如說這是眼睛 眼睛的位置 你看這裡 都會直到同一種顏色 那稍微偏移一點 它顏色就亂跳 但至少你可以看出來 這邊有沒有 顏色也是蠻一致 那雖然是一個亂數的色盤矩證 你可以大概看得出來 它是什麼樣子 但很多靈異節目 都喜歡捕風追影 拍個什麼照片 裡面有一個人頭 怎樣怎樣 實際上我們從網路上抓照片 你可以抓很多照片回來 然後你可以寫一個人臉偵測的程式去抓 你就可以抓出很多靈異照片出來 所以根本不需要這些 這些什麼靈異節目去 還要人家把照片送過去給人家看 我那程式碼一抓 就抓出來一堆靈異照片 那你有沒有靈異照片 就看你自己決定 所以這是由亂數色盤所產生的結果 但是在前面呢 像這個x呢 我們剛剛露了進來這個x值值 它都是一個index 就是直到我的色盤矩正裡面去 那我也可以把這個x呢 看成呢 是直接從一個 函數來產生的 函數來產生的結果 就類似這個樣子 我產生一個pix 這是一個高高低低的曲面 這個曲面呢 我可以用imagesc把它畫出來 這sc表示scale的意思 就把它scale 因為你出現這個x的值呢 可能是譬如說-3到正5中間 那它就imagescale的意思 就是把它-3到正5把它壓壓壓壓 壓到最小那個值 對應我們色盤矩正的最下面一個 的第一個值 最高那個值 對應到我們色盤矩正的最後一個值 把它線性的把它拉開來 然後這時候呢 我可以用color map 用gray的方式 用灰色的方式把它呈現 所以這時候 你就會得到的結果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但原先的值呢 你看它的色盤矩正在這裡 它現在也知道了 最小值對應到最下面 最大值對應到上面 然後根據這個index 把這邊 這邊有一個最小的 抱歉這邊是最大的 對應到這裡 這邊是最小的 對應到這裡 所以變成 像這樣的這種影像呢 我們叫做強度影像 因為它實際上就是一個曲面所產生的 一般我們經由數值產生的矩正 都叫做強度影像 所以你要把曲面 用一個 image顯示出來 用一個影像顯示出來 就可以用image sc sc sc就是scale的意思 把它稍微拉一拉 把它scale到 色盤矩正的最小值和最大的值中間 再過來就是全彩的影像 叫true color image 這個我們上次也有噴過 我們講jpeg就是全彩影像 那全彩影像呢 你直接把它讀進來呢 它會產生一個n乘3的矩正 這就是各位現在應該已經很清楚 好 那其中 第一頁代表r 紅色的強度 第二頁代表green 綠色的強度 第三頁代表b 不度的強度 但是這時候x的值呢 可以是兩種 一種是介於0和1中間的伏點數 那0和1中間它就會自動去 假設0就是 對應到binary的話就是0 1的話就是對應到255 那這樣的話就得到三種顏色的分量 那如果說你進來的x呢 它不是伏點數 而是一個onsign的int.8 就不帶符號的八位元的 數值的資料形態 那它也知道說這代表0到255 那也自然就幫你解釋說 每一片0到25就分別代表rgb的分量 所以每一個人會自動幫你解釋 他看到伏點數 他就知道要介於0和1 看到onsignint.8就知道0到25 然後把這個影像一樣可以顯示出來 但是如果你說你送進來一個x 它是譬如說介於0和10中間的伏點數 那超過會怎麼辦 超過的話它可能自動幫你切掉顯示的時候 就是太多超過就全部射成色盤矩陣的最後一個顏色 好那這個各位看過 image3把它讀進來 我就直接 imagex就顯示出來 這個就是所謂的全彩影像 rgb 我們上回看過 這影像有多大 480x640x3 所以影像size有這麼大 然後出來的圖呢 這個上回直接看過 那如果你這時候下一個colorbar的指令會怎樣 會完全無關 colorbar這時候只會顯示現在內建的colormap是什麼東西而已 那跟這個影像顯示會變成完全無關 所以各位的作業不要再去下colorbar 因為各位是有的是4x4 8x8x16x16block一起下去畫 畫出來已經沒有colorbar的概念了 所以colorbar畫出來會是不相干的東西 那這邊也是類似的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是index color 原先index color你是可以下 有沒有像是index color 你可以下colorbar才是這樣的東西 但是如果true color的話 它根本就沒有colorbar的概念 每一個pixel 它就自然就已經有一個顏色的資訊在裡面了 那我們的作業呢 之前的作業呢 是因為有4個pixel放在一起 或是16個pixel放在一起 那時候也就沒有colorbar的概念 它內建有colorbar的概念 可是那個colorbar概念是 一塊當成一個colorbar在看 所以你mainlib就會變成畫不出來 所以這個是各位要小心的地方 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尤其是對於上次作業 趕快問啊 你們今天還要做啊 來 如果把每一塊的話 那個它有肌肉 就是你把它按進去 拖起來 就變成硬的 然後這樣就變成硬的 然後就變成硬的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原先的影像 假設是這個樣子 比如說1 4 7 9 2 3 每一個值呢 每一個值呢 都指到一個colorbar 那colorbar是在這裡 譬如說總共 假設有256種顏色 這是最原先的index image 所以當我這邊指2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 這一塊的顏色就在這裡 這邊是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第四種 那這一塊顏色呢 是第四種顏色 是在這裡 這是最原先 他的意思 但是你現在 四個四個一起看的時候 就 解釋幫我按一下 你現在四個四個一起看的時候 就變成 你要一整塊看 你看 你現在一直很快看 看這一塊 直到我的k-means裡面的center 那center是這一塊 它這一塊的 是一個向量 那向量它長度有多少呢 這個四個pixel 那每一個pixel有RGB 所以出現的是一個長度為12的向量 所以那你就畫不出來啊 除非你要畫的是這個樣子 畫四種顏色 那我假設這一塊 整個是 這塊整個是 center第五個好了 那這一塊 可能是第三個center 那你如果真的要把color bar畫出來的話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這是 所以 第五種顏色就是 1 2 3 4 5 就會只來這裡 第三種顏色就是 1 2 3 只來這裡 然後你的color map就會變成 每一個 我們像我們剛剛畫的con-map有嗎 沒有 都是一種顏色 這樣 嘚嘚嘚嘚嘚 疊上來 但這麼就會變成 每一 橫列就有四種顏色 所以這邊會有一種顏色 這邊會有一種顏色 這邊會有一種顏色 這邊 一種顏色 但是 quicker 沒辦法這樣畫出來 所以你在畫color bar的時候 就畫不出這個東西出來 你把他拉成一圍 你的意思是說把他整個 這四個變成 這樣子 然後這四個變成這樣子 你的意思是這個樣子是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那你這邊就要跟著切換 這邊要跟著換顏色 要換到看直到哪一個去 就稍微麻煩一點 所以你講的也對 這樣也可以 如果你真的要這樣做 所以我說可以不用畫 因為畫不出來 你這邊可以直接用 true color方式把它顯示出來 但你這樣講也對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轉成 讓它有一個color bar 然後每一個image要對過去 對過去 也可以 但比較麻煩 你index要很小心 剛剛同學 可是這種做法 做到center很多的時候會突破 超過256是不是 對會突破 你說這種做法 就是超過某一個 就是在2乘2的時候 超過某一個center的時候它就會突破 然後四層次也在某一個center的時候 之後全部都會跑掉 顏色會跑掉 顏色會跑掉 可能你 你要把這裡換成 全部用double來表示 因為它顏色會不會超過256種 導致它onsign integer 8擺不進去 會卡在那裡 那你就要把它轉成double 那顏色就可以無限 就是再繼續變多 那color bar也可以繼續長大 計算的時候都是用double 但是真正在顯示image的時候 你要把它轉成onsign integer 8 好 所以我再繼續往下講 你們有問題隨時發問 因為這次關你們今天的作業 所以 我想你們應該要問什麼東西 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再過來講到影像的顯示與列印 那顯示的時候呢 記得要加一個這個axis image 讓它長和寬 都是用同樣的單位來顯示 那如果說你下達一個 叫axis normal的話 它的 就會用預設的顯示 預設顯示 預設顯示就是說你圖軸 你這個圖到底 多長多寬 它就把image幫你拉到一樣 所以這時候有時候就會變形 那像這個動物叫三蕭 因為去年已經問過叫什麼東西 叫三蕭 產在非洲西南部的熱帶雨林裡 那它特別明顯 很明顯就是鼻子很紅 旁邊長得很奇怪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直接顯示出來的結果 就是如果說 你這邊要下達一個axis image 它的長寬比才會對 如果不下達一個image的話 它的長寬比就會錯掉 然後呢 如果將影像資料的每一點 對應到螢幕上的每一個pixel 那這件事情不是很重要 所以這有幾個例子 我們就直接跳過去了 這例子就是說 你真的有時候要完整的顯示 就像你把一個照片拖到browser裡面 它顯示的時候 它不會按照它原先的image size來顯示 它會把你塞到browser裡面 那有時候本來很大的 那一張手放進去 就縮小 跟browser的圖一樣大 跟browser的外框一樣大 那你必須在圖下面 點一下它才會整個展開來 那這邊也是做一樣的事情 怎麼樣讓它的 影像資料的每一點 對應到螢幕上的一個pixel 那這細節我們也跳過去 要列印的時候要怎麼列印 那這個也不是很重要 現在列印這件事情越來越不重要 我以前辦公室還有一台印表 結果後來我也把它扔掉了 就盡量不要列印才能夠節能省碳 那麼MEDA在第五版之後呢 提供了onsign integer 8 的資料型態 但各位真的在讀進來的資料 就已經是onsign integer 8 以前是沒有 那現在讀進來 就是jpeg 影像讀進來 就是onsign integer 8 那onsign integer 8呢 它能表示的數值範圍呢 是0到25 就是2的8之方-1 我想這個各位都應該很清楚 有修過資料 修過計算機概論 應該都很清楚 那你這次有時候要做一些轉換 譬如說我把crown這個image 讀進來之後 那你要把它變成onsign integer 8 這次要把它-1 為什麼要-1呢 因為onsign integer 8是0到255中間 然後這個image呢 MEDA用的image呢 是預設值呢 是在從1開始 所以你要把它-1 所以這是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你在使用 你把它轉成onsign image onsign 8 onsign integer 8 的image的時候 一樣可以用image z8 把它送進來 它一樣可以把它畫出來 這時候它會知道說 這邊的尺寸是0到25 那它在找index的時候0 它就會自動變成1 表示說這個是指導第一個色盤矩正 所以這個只是 資料型態不一樣 而導致它有一點的差異 但是好處是說 它的資料量會少很多 原先呢 這個x呢 是用double來儲存 那我們之前一直講過 每一個double 佔掉幾個byte 一個double要佔掉8個byte 所以一個像素呢 一個pixel 它就佔掉8個byte 但這邊呢 它就onsign integer 8 所以每一個pixel 只佔掉一個byte 所以z8和x 它這兩個儲存在內部空間中 它的大小就已經差8倍 我們直接試一遍就知道 我先把所有東西全部都清掉 好 然後我跑這個範例 跑完以後它一樣把小手圖秀出來 但是如果你進去裡面看它的大小 它的所佔掉空間中的大小 很明顯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有沒有 這個x在這裡 它size是200x320 哇 吃掉這麼多個byte 但是z8只有吃掉64k 所以很明顯就是 上面這個 佔的空間是下面這個的八倍 或者下面是上面的八分之一 所以後來所有的影像資料儲存呢 如果都是intge的話 我們常常都是用onsign integer 8來做 但是onsign integer 8 只能表示數值是0到255中間 所以你真的要去做kmin的時候 你要把它轉成double 才能夠浮點數下去做 所以這是也是上一次我們作業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這是也是上一次我們作業要注意的地方 好 那出來影像 來 所以如果你原來theta是 你原本用double去算的話 那你要轉回去是要加1嗎 就是-1嘛 那我們想如果是 露得進來是 asine8bit的 那我們要轉去那個double說要加1嗎 如果說你從頭到尾都是轉成double沒有加1 然後再轉回去也就不用再-1 對 你沒有加1-1這個動作 你因為你從 就是在做一些數值運算嘛 你加1-1就前後就抵消掉了 就沒差 那這個是指說你沒有做任何動作 你只要把它轉成 有沒有 只要轉成onsign integer 8 這是一定要-1 因為它可能會 會 這個原線x是1到256 所以你要-1才會變成0到255 這時候才轉成onsign integer 8 這樣才不會出問題 然後如果8bit要轉回雙精準影像也是一樣 有沒有 先把它轉成double 然後記得要加1 因為這個值是0到255中間 把它加1才會變成1到256 所以這個是特別要小心的地方 那我們onsign integer 8也可以用於全彩的影像資料 這就是我們 讀進來事實上就是已經全彩資料 各位的作業讀進來 RGB三層的範圍都是0到25中間 而不是0到1中間的時數 所以這就是一些轉換的公式 8bit轉成double 所以這是各位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我們這種轉換其實不會常常做到 所以各位如果要做的時候就要回來查看一下這邊的東西 然後這邊有一個表列出來的影像類別及形態的關係 這邊有index color 這邊有intensity image I mean index images intensity image 還有true color image 然後它會跟你講說它的資料型態 有時候是雙精準 有時候onsign integer 8 有時候onsign integer 8 它的差異在哪裡 各位看一下 這個應該很容易了解 我就不仔細再講 然後最後呢 影像的讀取與寫入 怎麼讀進來 怎麼把它寫出去 那麼這個讀取呢 各位上次的作為就已經用到了 image怎麼把它讀進來 image write 是只是把它寫出去而已 那它可以支援的影像格式有這幾種 BMP HDF 這個比較少用到 JPEG PCX PNG PNG也現在慢慢常用到 TIFF是完全不壓縮的image 所以它檔案size都很大 XWD這個也比較少用到 GIF檔也是一個index image的格式 那GIF檔各位以前網頁常常用到 因為它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動畫等等 那現在用到的也比較少一點 那麼這邊就有一些說明 image read 怎麼把它讀進來 基本上現在讀進來的結果呢 最後都是用onsign integer 8 把它回傳回來 因為它內部的資料都是整數形態 所以讀進來也都是把它轉成整數形態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這個這邊有一個simuling team 讀進來 把image秀出來 那axis image 那它的長寬比 是符合image的比值 然後這class就跟你講說 這個是一個onsign integer 8的資料形態 那這個就是index image 它也是一樣的這叫 這個 檔案給它imread 這時候就會讀出兩個東西 一個是x的image本身的資料 map就是colormap的資料 那你可以把它再把它重新呈現出來 image x colormap map 然後colorbar 把colorbar一起修出來 可以看出來這邊總共有256種顏色 所以裡面就是 裡面的每一個值呢 就介於0到25中間 那麼你也可以把它寫出去 我一樣我把它load進來 那x是image是這樣 map是色盤矩陣 我直接把它寫成micron.jpg 然後這邊呢 startmicron.jpg 最後一行呢 它直接呼叫Windows作業系統 下面應用程式 這個打一個驚嘆號的意思就是說 它會把這一列指令直接送到OS 或者你可以想像是把它送到 我們的Windows的命令式窗裡面 就直接等於說等於打startmicron.jpg 在你的DOS視窗下面 那它就會直接呼叫 對應於JPG相對的應用程式 然後把它打開來給你看 那各位可以試看看 這些因為都很簡單 我就不操作 不一一操作給各位看 那最後呢 它也可以傳回影像檔案的各項資訊 叫IMinfo 所以IM開頭的指令大部分就是image的意思 IMinfo 那不是IM IMFinfo 就imagefile的info 也就是IMFinfo 你可以對於傳回不同的東西 包含這個檔案是哪時候被產生的 然後它是什麼樣的格式 那有什麼樣的註解在裡面 全部都可以抓得出來 這是一個簡單的範例 包含譬如說這個simuling team 有沒有file name file modified date 2000年產生的file size file format等等 有的沒有一堆東西通通在裡面 好 最後一個小問題 就是哪些檔案格式支援全裁項 哪些支援所影影像 這個考試會考 這個是讓各位回去查一下 像gif檔 各位知道 gif檔就是index image png呢 png是哪一種格式 這個各位回去查一下 jpeg呢 jpeg已經是全裁項 這個各位已經知道 所以各位回去查一下 就可以找到這些相關的資訊 好 所以有關於image這邊的讀寫 有沒有什麼問題 來 同學 來 同學 同學 那個在你讀 讀那個詞片的時候 他會自己判斷自己 對 他會自己判斷 他會自己判斷 通常來講 我們剛剛講過 他在讀的時候 是直接這樣子讀進來 就吐出兩個東西來 那對於這種index image 他一定會要吐出一個map出來 但對於全彩的影像 全彩影像 譬如這個樣子 他只會吐回一個參數 不會吐回兩個 所以他自然會知道說 要吐回一個還是兩個 來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這個只是讓各位對image的處理 有更深一步了解 但是我覺得 上次跟我們上次的作為 其實沒有很多直接的相關 上次我也稍微講過一些image的概念 我把這個提到前面講 是讓各位更清楚 每個人感覺是對image data 好像有點模模糊糊 不是很清楚的感覺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再過來要介紹兩張 就是 我們這個是入門篇 入門篇還有一些東西 我先跳過去的 因為有些東西 我覺得可能不是很重要 各位可能也是一翻 一看就看得懂 那接著我們再來就是講 進階篇的東西 那進階篇的東西呢 其實就是有 能夠幫忙各位寫程式的時候 能夠注意它的效率問題 有些很多地方小東西要小心 譬如說我們現在馬上講的 就是程式碼你怎麼計時 它到底花了多少時間 那概念很簡單 就是兩三下就過去了 但更重要的是說 你寫出來程式碼 怎麼樣讓它有效率 各位在處理那個index的時候 譬如說這個index的問題 有沒有 你要四個一起抓起來 四個一起抓起來 那到底要怎麼寫才會快 如果說你用一個for loop下去寫 然後沒有預先配置記憶體的話 在我電腦上跑的話 這樣的一個 只是把 480乘600乘640的 的image 把它index要抓出來的話 就要花掉大概30秒的時間 我不知道各位花了多少時間 已經寫完了同學 來 你如果光做這個index 花超過20秒舉手一下 20秒以下舉手 還是都通通忘記了 注意到他們大概有多快 再處理那個index 因為有時候會跑比較久 對 不過可能因為是k-means就吃掉更多的時間 所以你前面沒有在注意 好 我們先跳到新的抽影片 好 我想再跳到新的抽影片 我們還是先回到作業好了 因為作業這個東西一定要先做出來 所以我先把這作業再講清楚一遍 我先把這擦掉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長得是這個樣子 好 那你現在要四個四個一起把它抓下來 最重要是要把它index 這樣 要抓對 那假設我們先看第一層 因為第一層如果抓對的話 第二層第三層都很簡單 就直接把它加一定的值就可以 那一個簡單的做法呢 我試了兩種做法 其實兩種做法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比較簡單的做法呢 是把它四個四個看成一個單位 那這個怎麼做呢 首先你先把它index先填上去 所以它index是 1 2 3 4 5 6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那你的輸入是這個樣子 最後你希望得到什麼東西呢 你現在四個四個為一個單位 四個 四個 你希望最後得到的是一個index的矩陣 1 2 5 6 1 2 5 6 我用白色來寫比較清楚 1 2 5 6 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是3 4 7 8 3 4 7 8 3 4 7 8 第三塊在這裡 9 10 13 14 9 10 13 14 第四塊在這裡 11 12 15 16 11 12 15 16 11 12 15 16 等等 我現在大部分人就是卡在這裡 是不是卡在這裡 助教 助教 他們是不是卡在這裡 這index 有好幾個人這樣 是不是 你覺得你是卡在這裡請舉手 沒有人 還是可能還沒開始做 是這一步 其實你就仔細 慢慢做也都做得出來 我就跟你講用4 rule慢慢做都做得出來 但是我後來發覺一個比較快的做法是 把這個 我剛剛講過 把這個4個4個看成一個單位 我說這個 這個矩陣我叫index index matrix 那我可以 我說要猜成4個4個一個單位 有什麼比較快的辦法 有一個最快的辦法 因為有一個內建指令 叫m-a-t-to-sale 他就可以把你拆開 這個當成一個sale 當成一個sale 當成一個sale 就全部一次把你拆開來 當然這是最快的辦法 你也可以慢慢自己去兜 我也去兜過 兜出來 做出來的效率跟這個差不多 那m-to-sale呢 他要吃什麼東西呢 他要吃 index mat 接著要吃 他怎樣把它拆開來 他是看 看他的rho index 譬如說拆成兩個2 所以這邊呢 就吃 2 2 然後這邊呢 他要拆成4個2 所以這邊就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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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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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寫成是 譬如說 index sale 但每一個sale 就分別 包含這一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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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路包含下去 那剩下你要做的是呢 就把它 到每一個sale裡面 你fold loop還是跑不掉 到每一個sale裡面呢 把它1256 它是 這還是一個小矩陣嘛 把它拉直 把它直接拉直 然後最後呢 還要再呼叫一個sale to mate 那就是你把它 你要在這裡還要做一些處理喔 這邊我沒在寫喔 我全部寫完就沒意思了喔 就是這邊還你要做一些處理 你要把這個 這邊會產生的sale呢 是2乘4的sale 你要把它拉成1乘8 然後每一個sale裡面是2乘2的矩陣呢 你要把它拉成4乘1 然後再sale to mate一次就回來 你這個答案就出來了 這個結果就會等於 這個答案 這是我想到最簡單的方式 它會出現出 會有錯誤訊息啊 會跟你講沒辦法切 就剛好可以啊 你現在不是 480乘640嗎 你除以2也可以 除以4也可以 除以8也可以 全部都會整除啊 對啊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你自己就做一些後處理啊 就是把它的這個indent map 先切掉 切掉一些東西 讓它能夠符合它這個維度 OK 這是我想到最簡單的做法 但是你也可以進去裡面慢慢喬 慢慢喬 先把這個每一個位置喬出來 然後慢慢抓 這樣也可以 所以 那就看你們喜歡用哪一種 那你至於說 mate to sale 和sale to mate 這個用法怎麼用 你打help 馬上就會知道了 這個是比較快的做法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是我們 pension 吧 我們應該說 那我們лож缺點 那就是個美容 我們是為了 再來一下